我們做一做2019年這一題 他說今天這個可以比2x加k整除 所以我們會想把x代做負k over 2 所以f負k over 2 就等於2乘負k over 2的4次 再加k乘負k over 2的3次 減4乘負k over 2 再減16 他說今天是整除的 所以會等於0 就是這樣 然後可以怎樣做 其實有點煩 2的4次是16 你和2約了 所以你會有k的4次 over 8 負負得正 然後這個 你會有k的3次再乘K 所以你會有-k的4次 over 8 ok 就是這樣 然後這裡你會有加4k over 2 所以就加2k 減16 等於0 ok 那你見到這兩度是可以抵消了 其實如果你有做過前面的題目 就是你有聽我講的話 它大多是高次方的都會弱得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其實你是不會解釋三次或以上的方程 你最盡是其實會解釋二次的 就算它真的要考你的話 你想想4次它如果真的要想考你 solve equation 的話 它唯有可能讓你 downgrade 到做一個 quadratic 但多數都不會在這裡做的 所以就一定可以弱得的 所以2k 會等於16k 就等於8 那你會圈到是d 就是這樣